政经最前线,通晓中国 大家好,我是程晓农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要谈的一个话题是 中共的海外秘密警察 中共的对外恶霸行为 不仅是对台湾的 而且也伸到了美国的国内 我们今天就来讨论 美国的司法部联邦调查局 有一个反间谍部门 它最近有一项针对中共 在美国设立秘密警察站的 专项活动收网 那美国司法部宣布 逮捕了在纽约唐人街 运作中共的秘密警察站的两个人 这件事在美国爆出以后 立刻引起了BBC的关注 然后BBC在追踪调查中发现说 这样的秘密警察站 实际上分布在世界上许多国家 那我们都知道 警察是国内治安的主治法机构 但是每个国家的警察 他只能在本国执法 不能跑到别的国家去执法 因为比方讲 C国的警察势力 如果在A国 针对C国在A国的侨民 大肆地活动 实施各种胁迫恐吓 甚至变现绑架之类的行为 那首先他是违反A国的法律 其次也侵犯A国的主权 那为什么中共胆敢如此胆大 妄为把手伸到美国境内来 那他又是如何操作的 这样做有多久了 今天呢 我就来深入地分析一下 那我先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美国联邦调查局所说的 中共的海外秘密警察站 是个什么含义 那么由此也引出了 对关于中共谍报部门的 简单的介绍 然后再来回顾 习近平上台之前和上台之后 中共有哪些部门 参与了海外秘密警察站的活动 然后为什么中共 在海外的秘密警察站 活动会越来越猖獗 那第三部分呢 我会来剖析一下 美国联邦调查局 最近抓获的几个案件 那么要看看中共呢 是如何在美国发华人当中 发展线人网 又是如何堂而皇之地 开设中共的秘密警察站 我想观众们都知道 间谍故事 向来是媒体报道的一个热门话题 会引起观众和读者的好奇 那美国联邦调查局 对中共的海外秘密警察站的调查呢 是它的反间谍部门在运作 最后呢 这个审判的时候 也是要判间谍罪 但是我们今天讲的 这个中共海外秘密警察活动啊 它远远超出了 传统的间谍活动范围 那么从这个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中共对外国的司法主权等等 它根本就不放在眼里 而简直是在肆意妄为 那第一个话题 我要讲的就是 美国联邦调查局所说的 中共的海外秘密警察站 它到底是什么机构 那首先我要说明一下 这个中共的海外秘密警察站呢 它是可以有两种含义 截然不同的理解的 那很容易会被观众们吻摇 那我在进一步介绍之前呢 就要把这两种 容易误导观众的含义呢 来解释清楚 那不好意思啊 其中有点复杂 那么要深入浅出的话呢 一开始我的解释啊 很抱歉大家听起来 有点像小学二年级的国文课 为什么这么样讲 因为从文字上来理解 秘密警察站这五个字 一听就懂 对吧 但是你怎么念这五个字 你理解出来的含义就不一样了 那么这五个字有两种念法 而两种念法 恰恰就是反映出来中共对外的恶霸活动 已经从传统的对外谍报活动 升级到了国外执法活动 那你如果是把这五个字 这样来念 就是秘密警察 站 中间隔开一下的话 秘密警察四个字念成一组 秘密警察站的站 念成一个单字 那么这样来理解的话 秘密警察站 你的理解字面上意思就是 它是秘密警察的一个国外办公机构 那么讲到这里 就要来讲秘密警察了 秘密警察是共产党国家特有的部门 那在前苏联大家都知道 叫克格勃 那么在东德哥 他叫做斯塔西 在中国叫国家安全部 那这些国家的民众 听到这个民族马上就会害怕 因为这样的部门 他随时在监控民众的言行 他们会秘密抓捕 秘密用刑 秘密监禁 甚至秘密杀害 那中共的国家安全部 它是长期在国外活动的 我们今天在讲述 中共的特务在海外横行无际 其实中共特务在它的统治区 更加猖狂 那香港的现状已经告诉我们了 那是一种什么状况 那就是中共国家安全部的特务 满街横行啊 民众再也没有过往的 个人自由和人身安全 我这里举一个例子 中共统治大陆之后 有一个留在大陆的新闻人 叫楚安平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 结果 那中共对他的处置 他的结局 就是一个证明 证明他讲过的这句话 是千真万确的 那么他讲了什么呢 他说在国民党统治下 自由不过就是多还是少 他说假如共产党执政呢 自由就变成有还是没有 意思就是 到共产党执政的时候 不是什么自由 多少的问题 是没有自由 那么因为他讲了这句话 点穿了共产党统治的本性 结果惹得毛泽东 容颜大怒 楚安平的结局是什么 从此失踪 活不见人 死不见尸 那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 中共他除了国家安全部 在海外大肆活动 他在海外还有另外一支谍报力量 就是中共军方的情报机构 在台湾 中共除了国家安全部和共军情报部 在渗透 还有中共的第三个谍报力量 已经渗透很久 那就是原来隶属中共军方总政治部的 对外联络部 这个部门我以前在节目中提到过 那这个中共军方总政治部对外联络部 它的这个名在国公内战时期的名称叫做 敌区工作部 就是专门在国民政府占领区从事策反活动的 那么他主要任务就是策反国军将领 在台湾 讲到转型正义的时候 大家会提到说 有两个国军的高级将领 被老蒋批示 枪决了 那就是五十年代初 国民党破获的 渗透到国防部的中将参谋次长吴时 还有他的交通员 一个女的出生之 那么这两个人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共军的这个敌区工作部 后来的总政治部对外联络部 这个部门安插的 那现在这个部门已经划归到共军情报部 而在共产党政权下 国家安全部是高居于其他党政部门之上的 这一点恐怕台湾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因为中共的这个谍报 或者说这个特务部门 就是国家安全部 它在所有的政府部门 在大学和大企业里都安插了线人的 目的就是在监视这些重要部门的员工 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工作的单位 它的如果层级越高 在这里工作的人就越发的小心景色 那么台湾很多人去 特别政治人物去中国 那么通常会碰到或者见到 中共统战部台办这些机构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就是中共统战部台办这些机构 他们当作中共最重要的代表来跟他们见面的 这样的机构统战部台办 都是被国家安全部随时监视的 所以的话 有时候台湾的政治人物去大陆 见到的人说他是统战部台办的 其实有些人 或者他本人是国家安全部的线人 或者干脆就是国家安全部派到见面现场的监控人员 所以我可以肯定的说 马英九在大陆的所有活动 国家安全部都派人 全程监控 马英九当然是被国家安全部随时监控的对象 那么国家安全部让中共的统战部门和台办的干部 有多怕呢 可以讲中共统战部门和台办的干部 不管他是主任还是一般的这个职员 那要见到了国家安全部的人 就像老鼠见到猫一样 乖得不得了 那么在美国 中国传统的谍报力量 主要就是国家安全部和共军的情报部 那这两个部门的谍报人员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他们主要是搜集各种情报 那么他们的负责人当中呢 有些人是以外交身份在掩护 同时他们有一个特殊的职责 就是监视中共大使馆的大使 所以在中共的所有大使馆领事馆当中 领事馆大使馆里 中共的大使或者总领事不是老大 真正的老大是国家安全部派在市馆里的人 他的身份可能只是文化参赞这一类的下级职务 但是他管道大使和总领事 他的老板他都可以监控而解密报 那么中共国安部的驻外人员当中还有一些人 他会以中共官媒记者的身份作演 比方人民日报新华社上海文贵报驻外记者等等 那像我们在美国长期生活 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只要有一个人递张名片告诉你 我是人民日报驻纽约记者 我马上知道这家伙就是国家安全部 那都是假身份 那么关于中共军方谍报人员的情况 我这里讲一个我自己经历过的故事 那么这样大家从中可以了解到一点点 1990年的夏天 我准备要报考这个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项目 那么就要先考英文了 就是要考TUFO 那么考场是设在普林斯顿高中 那有一个周末 我是到普林斯顿高中一个指定的教室去参加考试 结果在教室里碰到一个30多岁的一个青年的华人 大陆人 小平头很精淡 那我就随口就问了一句话 又说你是哪里的 你们大家猜他回答是什么 他回答很干脆 四个字 总参二部 那我听了以后大吃一惊 总参二部是中共在大陆的军方谍报部门的机构 就是共军总参谋部下属的情报部 他说他是总参二部的 就是总参情报部 那么就说这个人原来他是共军的特工 那我真正吃惊的是两点 第一点啊 他居然这个中共的共军的特工 他完全不掩盖自己的谍报人员身份 那毫不在乎的就把身份亮出来 那第二点呢 就是他是在准备要考进美国大学去念书 为他下一步的谍报活动打基础 我这两个疑点一直没有得到 答案 后来我考进普林斯顿大学以后我才知道 原来是有原因的 那就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国际关系学院 曾经在八十年代邀请中国来的访问学者其中 有一个人叫做陈之牙 那他是共军大将陈根的儿子 曾经担任过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无关处的参谋 他就是隶属于总参二部 这个军方的谍报机构 那这个陈之牙后来在共军里头 因为从军事情报部门的谍报工作升到少将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军方的一些谍报人员的身份在美国 他是公开的 那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部门呢 大体上也掌握他们的活动状况 但是这些人有的是有外交身份掩护的 那中共传统的谍报人员 在国外的活动的一般比较低调 他不会直接参与暗杀或者变相绑架这类的活动 中小中国的粉丝们大家好 像这里还要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从下周开始啊 我们可以准我们准备在这个节目的正常播出之外 我们还设法来开启一个和观众的互动 那么一开始呢 我们想说 请观众朋友们 在YouTube下面的评论栏里头留言提出你的问题 还有你希望一下了解的事情 然后呢 我们会在5月17号开始尝试说 我来直播解答观众朋友们在YouTube留言评论区里留下来的问题 所以我们希望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你们和嘉宾之间和我之间的互动 我希望我们能形成一种更活跃大家能积极参与的一种气氛 当然了 嗯 我也要勇敢的接受你们的挑战 看你们提出问题会不会把我问到啊 呃 最后啊 这个希望说 呃 我们在直播回答问的这个5月17号的这个安排开始以后 我们希望能够逐渐的调试 大家互相这个熟悉起来 然后慢慢找到一种更灵活的这个互动的模式 那么在那个之后 我先预告各位 我们或许还会给大家一个更大的惊喜 谢谢大家积极主动参与我们的直播留言 致he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Rachlaid 公司